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目光转向中国 我们来看 说话的这位名字叫做梁友诚 是缅甸华侨 这是前不久 他参加2015海外华文媒体云南行活动时 在汇通桥边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他刚刚说的炸了就炸了 等到解放之后再修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出自他的父亲梁金山之口 要炸的也是他身后的这座 位于云南宝山诺江上的这座大桥 名字叫做汇通桥 那为什么要炸掉这座桥呢 梁金山和这座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原来汇通桥修建于明朝末年 是连接诺江两岸的唯一通道 1936年 缅甸华桥梁金山为了支援抗战 拍卖了自己的两个商号和一个工厂 耗时三年 将旧桥改建成为新式柔形钢索大吊桥 这个甘财是从英国那边购买来的 这个钱 中共计划下来那就是20到25万这个左右 这个是当年国际通用的路比 由于汇通桥呢是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 曾遭到日军战机的多次轰炸 1942年的5月份 日军沿着这个滇缅公路侵占了龙岭 下一个目标就是汇通桥 如果日军过了桥 那么昆明重庆都会陷入到父辈受敌的这样一个困境里面 情况非常的危急 那怎么办呢 只有炸掉汇通桥 当时的中国远中军第十一军团总司令宋西连找到了梁金山 说明来意之后啊 梁金山虽然有一些不舍 但他最终还是回答 炸了就炸了 等解放之后再修 汇通桥被炸毁之后 中日军队隔着怒江天险对峙了整整两个年头 直到大反攻之后 中国重修了汇通桥 梁金山对线诺言也出了部分捐资 您可能会问啊 为什么梁金山对这座桥有着这么深的感情呢 原来1884年 梁金山就出生在云南宝山市 他小时候家境贫寒 后来听人说呢 去缅甸赚钱容易 便和朋友徒步去了缅甸的蜡虚 做过码头搬运工 炼油工等等 之后呢 又通过与英国公司合资办矿场 积累了财富 40岁的梁金山呢 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缅甸华侨的巨富 但他呢 一直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加强中缅之间的交流 而作为滇缅公路咽喉的汇通桥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梁金山关注的重点 其实呢 除了修筑汇通桥 梁金山呢 还曾先后捐了80辆汽车和一架飞机 日军将他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逃过日军的抓捕 他变卖了全部家业回到中国 并将带回的七箱金银珠宝 全部捐给了祖国的抗日事业 再来关注俄罗斯 来看图片 这是一部名为永久的回忆 纪录片的开机仪式的现场 纪录片讲述的是一段二战时期 旅俄华工华侨 带着俄罗斯妻子 迁居新疆的传奇历史 那这部纪录片是谁拍摄的呢 就是他 张敬夫 一位51岁的新疆籍作曲家 您可能会问了 一个作曲家 为什么会去拍摄纪录片呢 张敬夫介绍说 小的时候 他有一次突然发现 自己和其他同学长得不太一样 就跑去问他的妈妈 但是妈妈却没敢告诉他 三十多年之后 他终于知道了 原来他的外公曾经是 驻俄华工 是红鹰团的战士 外公娶了一位俄罗斯姑娘 惹他惊讶的是 在新疆还有很多 和他类似背景的家庭 作为这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张敬夫觉得 有必要把他们记录下来 为此他查阅了很多史料 了解了其中的来龙曲版 原来早在一战期间 当时大批被招工进入西伯利亚的华工 被卷入了战争 他们勇敢的组成了中国军团 和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 演绎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战争胜利之后 华工们留在了当地 与俄罗斯姑娘结为夫妻 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 最大规模的跨国婚姻 二战爆发之后 由于前苏联的政治原因 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妇女 被迫背井离乡 跟随他们的中国丈夫来到了中国 主要在新疆塔城地区安家落户 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回家的路 据了解的这部纪录片 计划在今年国庆前完成拍摄和制作 这段展现旅俄华侨的传奇历史 将重现在世人面前 目光再转向巴西 我们来看 画面上的这位先生的名字叫做郭精良 目前在巴西经营一家音响进出口公司 在过去的十年里 得益于巴西经济的快速发展 他的事业做的是风生水起 不过最近公司的经营状况 却让他有些焦头烂额 怎么回事呢 咱们就拿这个订单来算 这个就是50万8B的一个订单 当时这个订货的时候 是按照美金2.75计算 基本上能是折到18万美金左右 等收到这个钱的时候 美金现在已经涨到了3.17 就是50万的8B 只能折到15万美金 郭精良给记者算的这笔账 其实是很多巴西华商面临的困境 因为目前巴西的经济不景气 货币迅速贬值 这对于大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来说 打击是非常大的 就是利润缩水 可以说是几乎上次没有什么利润 说话的这位是郭精良的妻子 名字叫做刘家培 今年39岁 他从一家小小的零售摊位做起 如今已经成了一家 即零售批发于一体的文具礼品企业的负责人 虽然现在他面临着和丈夫一样的困境 不过他认为这一次的打击 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们曾经经历过1999年的货币贬值 是一个晚上30% 所以就是说最近这一次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都可以接受了 不会是打击那么大 目前在巴西大约有20多万华商华人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着 与郭精良夫妇一样的困境 不过前不久 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 中国和巴西签约35项双边合作文件 媒体估算总金额达到了270亿美元 这让巴西的华商华人 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 应该是立足于巴西的市场 不要进行恶性的竞争 然后自己走自己的路 然后把这个战线 就是战线一定要放长远的 来做这个巴西市场 视线在聚焦马来西亚 您可能没太听懂 这是马来西亚吉胆岛华裔潮籍老人 谢亚悟用这个潮州话唱的一段传统歌曲 现如今能听到这种歌曲已经不容易了 潮汕歌策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字 民国时期在潮汕地区是相当的流行 而且还被下南洋的华人 带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年轻人既不爱听 也不爱学这种传统歌曲了 而且会唱潮州歌策的老年人 再世的也不多了 可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音频 又是从哪来的呢 你看这段声音就是由这位男士采集的 他的名字叫做张继安 今年37岁 告诉您 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跑遍了马来西亚所有有华人的地方 拜访了各个籍贯的华人老人 干什么呢 收录香音 就是一边让那些老人用家乡话 唱一段地方戏曲 或者说一段方言歌谣 一边把这些珍贵的声音素材都记录下来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源头 我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追随他的源头 才能够知道他的文化的底蕴在哪里 所以我想我做这方面的事情 就是在找寻找源头在哪里 你看他年纪不大 还留着一头长发 挺潮的 怎么就想着和老人去打交道 去录他们的方言呢 原来张继安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 因为妈妈是潮州人 张继安在一个深受潮州民俗文化影响的 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长大 对声音和音乐很敏感的张继安 长大之后成了一名广播电台的音乐主持人 那个时候他发现随着马来西亚华人群落中老年人的逝去 那些从中国带来的具有中国地区特色的香音歌谣 也在慢慢的消失 我告诉大家 于是十年前呢 27岁的张继安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发起了香音考古计划 用脚来丈量马来西亚华人社群 用录音设备记录当地华人的历史 仅仅是录下来就足够了吗 飞也飞也 张继安呢还要把这些香音啊 通过他的电台节目放给他的听众们听 视线聚消美国 画面上华裔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眉头紧锁 正在一场新发布会上表达不满 他这次呢还联合了另外20多位国会议员 联名写信给美国司法部 信件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彻查 之前对美国华裔科学家陈霞芬的间谍罪指控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22位美国国会议员 如此的愤怒呢 原来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 仅凭起封可疑的电子邮件 就以泄露国家机密之名逮捕了陈霞芬 而前些日子呢美国司法部突然又撤销了联邦调查局 对陈霞芬的间谍罪的指控 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 因此的这些国会议员决定联名上书 在至司法部公开信中 他们提到 在过去两年里 越来越多华裔和华人被美国执法部门 以涉嫌经济间谍罪名逮捕 而逮捕的证据并不确凿 美国亚裔民权组织美华协会的会长李建良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 美国执法部门的盲目和媒体的炒作 会加深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怀疑和敌意 他相信健康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 使两国人民受贿良多 中美不应该成为敌人 目光再转向香港 你看这是一份证件 看着纸张泛黄的颜色 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上面写着姓名蔡炳林 籍贯保安 再来看落款的日期是昭和19年 这其实是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占领香港时向当地市民颁发的 所谓的住民证 那今天为什么要给您介绍这张住民证呢 因为这张证件连同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军刀 日本占领香港期间发行的军票等 其他几十件抗战文物 目前正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中展出 这次展览是由香港海防博物馆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共同策划 其中展出的不少文物是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专程带到香港来展出的 我们这次带来的展品的话呢还是比较多的 其中有二级文物 国家二级文物有一件 这个国家三级文物呢 有二十三件 国家二级文物呢 就是我们带过来的这个东江政队成立宣言 这件文物呢 实际上就是见证了东江重队 或者就是广东人民 这个抗战游击队 它的成长壮大的过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本次展览的举办呢 是为了能够让香港市民更多的了解越港两地的抗战历史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目光再转向法国 来看 画面上的这个小姑娘 名字叫做史志恩 今年12岁 来自山东济南 那么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小姑娘呢 我告诉你啊 这张照片是在第68届 法国嘎纳电影节上拍摄的 小志恩正在走红毯 他也是中国第一位走上嘎纳电影节的童星 那小志恩参加嘎纳电影节的作品是什么呢 来看 就是因为这部短片英秀 小志恩扮演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女主角 这部电影的导演呢 是中国青年导演金华青 电影讲述了生活在农村的小姑娘 英秀因为父母外出打工 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 留守生活也给英秀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由于故事新颖角度独特 加上小志恩的精彩演技 这部短片很快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 2002年出生的史志恩自幼喜欢表演 能歌善舞已经拍摄过冠军 编外女儿等多部电影及电视剧 小小年纪的他呢 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 在表演上可以说已经是非常老练了 目光转向赤道几内亚 画面最右边这位呢 是中国驻巴塔总领事顾家锋 前不久啊 他专程来到了中国医疗队巴塔分队的注定 来看望几名被当地劫匪砍伤的中国员工 你看 他旁边的这几位呢 就是企业的负责人 正在向顾家锋介绍当时的情况 据了解呢 这家企业位于巴塔的一家体育场的附近 前不久啊 十多名歹徒手持着手枪砍刀和棍棒等 强行进入公司营地 将保险柜内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是洗劫一空 同时呢 还打伤和砍伤了多名中方员工 其中有三人伤势严重 其实自今年三月份以来呢 巴塔地区持枪抢劫案件是事有发生 驻巴塔总领馆也是提醒广大华侨华人 和中资企业要提高防范意识 加强安保措施 同时不要在家中存放大量的现金 避免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目标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呢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先来给您看一张图片 这是一名西非的女子 目睹了自己的姐妹 因为埃博拉病毒去世 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泣 过去的16个月 埃博拉疫情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目光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几位 前不久的刚刚从西非国家 塞拉利昂回国的中国医疗队成员 这是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 一支专业的埋尸队 正在掩埋埃博拉感染者的尸体 掩埋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的格力服 全部烧毁以切断传染源 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时候 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并不罕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至今年4月 全球被确诊的埃博拉病例 已经高达两万六千人 造成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万人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 一个女病人 她当天下午入院 之后我们值班的医生查了房 她当然是有一点头痛 有一些发烧 然后给了处理 然后马上把血抽了 送走了 送走做检查 那这个检查要到第二天才能出 但是当天晚上没有特殊的情况 结果第二天早上 我们发现病人已经死了 就是赶快我们把那个监控的录像调回来 发现在夜里的时候 这个病人在病房待不住了 非常烦躁 然后走到大厅 正好在我们的摄像头底下 从他出现疲似症状到死亡 仅仅只有11个那么多时间 通过监控摄像头记录下的这段画面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位年轻的患者 在越来越快的抽搐过程中 被埃布拉病毒毫不留情地夺去了生命 如果说是在白天 或者说是我们在查房的时候 发现这样的情况 也许能给一定的处理 可能也无力回天 但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面对面的死亡 对我们来讲震撼比较大 从2014年9月开始 金波和他的战友们先后三批来到塞拉利昂 参与到援助当地抗击埃布拉疫情的工作中 他们战斗的地方是中国政府于2012年 在塞拉利昂援建的中赛友好医院 原赛医疗队的医生们 都是传染病领域的专家 他们每年都会进行野战演练 也参与过非典等大型疫情的救治 但是来到塞拉利昂 尤其是第一次走进埃布拉病房的时刻 对于很多人而言 都像是第一次走上了战场 第一次进的时候 跨过两道门 第一环中间 第二环中间 想到感染的病房里 觉得空荡荡的 然后病人躺在那 还是让人很惊诧 很震惊的 记得有个病人特别重 然后呕吐症状特别重 床上 地上 床头柜上 一进门 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那种难闻的味道 没有人打扫吗 有 但是他频繁的呕吐 进去打扫 也是需要按时规律进出的 李雷 是解放军第302医院重症监护中心的主治医师 是一位医学博士 在原散医疗队中 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英语水平也不错 但是刚到塞拉利昂时 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 却没有了往日的自信 真正执行任务的时候 任务过程中 肯定心情是很平稳 没有问题的 就是特别怕一个人待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一个是比较孤单 比较寂寞 远离家人 另外就是回想一下工作过程当中 接触到的那些场面还是很危险 就是还是要 另外就是英语沟通交流 还有很多提升的地方 怕听不懂 怕说错 有的人他不懂英语 有的人他当地有很多人说的叫科里奥语 这种的你跟他沟通 有的时候是沟通不了的 那还得需要赛访的护士们配合 你相当于说英语 他给你翻译成他当地的科里奥语 然后你再跟他交流 埃博拉病毒是烈性传染病病毒 感染的潜伏期是2到21天 感染初期主要以发热症状和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为主 后期则会伴有精神症状 发病速度很快 对于医生而言病人一旦被确诊 就这时间非常紧迫 常常还没等做出下一步的安排 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都一起见证了有一家人 一个母亲带了一个一岁的孩子 入院那天我们接诊的 然后孩子还能坐在床上一岁 等到我们第二个班进去再看的时候 孩子就已经完全昏迷了 然后上午我进去了 然后到下午里晨 医生进去的时候 孩子就已经去世了 然后母亲特别悲伤 然后我们下一个班再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孩子已经离去了 已经两三天了 那个年轻的妈妈就把孩子所有的衣物 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铺在床头上 然后挂起来 床头盖上 就是像运过烫过的一样 在中国医生与非洲患者之间 还有更多让医生们终生 都没有办法忘记的故事 这位老奶奶名叫穆苏 2月27日 她作为埃博拉确诊病例 被送到中赛友好医院时 身上甚至都没有一件衣服 而且医生们在为她做完检查时发现 除了感染埃博拉 这位老奶奶身上 还有一处严重的外伤 小脚趾里面 里面有一个伤口 然后我们查房 段队长先发现了 然后里面是感染的 她很痛 然后当我们掰开脚趾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 里面长漫了区域 只是不是一个两个 是一堆 然后我们看了特别心疼 也是特别难受 因为在国内现在医疗条件很好了 这真的是从医来 真的是没有见到过 这么严重的 在平均年龄 只有45岁的塞拉利昂 80岁高龄的穆苏 是非常长寿的 饱受埃博拉病毒 和外伤感染的双重折磨 她的情况非常危险 也随即成为了医疗队的重点关注对象 最后医生们通过给她进行液体补充 同时对外伤进行消毒处理 竟然仅用8天时间 穆苏老奶奶就治愈出院了 她出现的时候我在门口迎接她 我说你认识我吗 她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我就是每天 我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然后鼓励你跟你聊天的这些人 然后她就说 那是你们这些人 你们像外星人一样的这些人 把我给救了 她说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厚厚的防护服 是这些接触埃博拉患者的医生们 最显著的标志 考虑到防护安全 医护人员在进入病房之前 必须经过36道程序 穿上11件防护工具 而且每次在防护服中工作的时间 原则上都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 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 大家想了很多办法 来确保每一次进入病房的时间 都被有效利用 比如说她那个病人 她里头她不听招呼的 她有些当然也有病症后期 她一些神经上的问题 所以你跟她说 你要躺在病床上 你要等待医生来治疗 她不会听你的 她到处跑 她可能躺到地下去 她可能觉得哪舒服 她就跑到院子外面去 但我们每次要进行查房 要给她治疗的时候 我得把这些病人要喊回来 就这一个喊的动作 那么以前都是满院子去找人 不管是我们和赛方护士一起去找 反正找到一个病人 可能这个病人刚刚怎么着 那个病人就跑了 那我们后来想的是怎么办 想了无数的办法 也没有办法 那最后索性 我们就安了一个无限的大喇叭在里头 每次我们进去之前 赛方先喊 他用他当地的图与喊 我们现在要发食品 我们要发药品 请你回答你 那效果就好多了 因为免得你进去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把病人找回来 那打喇叭喊 他就全回来了 这个小伙子名叫蒂莫西 今年20岁 是一位在校大学生 因为不幸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他的亲人几乎全部去世了 当他被送到医院时 也已经非常严重了 本身当地人对这个病也非常恐惧 因为在初期发病的时候 大概起码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的病人 基本上就 基本上得了就觉得自己就过不来 就是一个是印象上 这个病很可怕 确诊了本身病人就害怕 另外一个再加上症状重 他坐起来费劲 或者是吃东西吃不下 或者端东西都端不住 也没法走动 他当然就非常非常害怕 尽管情况不容乐观 但是中国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依旧没有松懈 而是对蒂莫西进行重点培护 不断地对他进行鼓励 每次他问你 他问你话的那种眼神 对吧 就说我还能过来吗 实际上他是在 他在从你的回答里头 在寻找答案 他会 你如果犹豫地说 你可能会能过来 或者说应该没问题吧 那这种答案 就给他的信号 就是很弱的 你必须得很坚定地告诉他 你的情况越来越好 你一定能过来 这个对他心理上的支持和暗示 还是很大的 经过了长达21天的轮流守护 医生们在给蒂莫西进行第六次血液检测时 奇迹终于发生 蒂莫西也成为中国圆塞医疗队救治时间最长的一位病人 在六个月的工作中 圆塞医疗队先后收治的埃博拉疑似患者有773例 其中确诊285例 埃博拉患者的治愈率达到了百分之51.23 现在第五批圆塞医疗队依旧分散在塞拉利亚 他们在救治病患的同时 也协助当地培兴起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为世界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 做出了突出贡献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